在昨天的会务当中 其实您也有重点的谈到 说非常欢迎中国的企业到阿尔及利亚 同时也会为中国的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您会为中国的企业提供哪些助力和支持 在这一年中 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法律的法律 它是一个法律的法律 和所有的企业提供 它们有很大的抗争 它们没有从前 那么我们會因此而言,我们知道这个公司,花几个年纪念,几个年纪念 才会不改变十年纪念 这么soach看,可以开始下年纪念,因为这个公司令起码几个年纪念 它的经济法是不具合的det Queluc это免疫苗 我还可以在其他国家里的关系 我们在其他国家里的关系 我们可以在其他国家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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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国家里的关系 互信是合作的基础 刚才您提到中国和阿尔及利亚 在很多领域都展开了合作 然后非常有意思 我也找到了阿尔及利亚的货币 迪纳尔 面值是500的 但是在这个500面值的货币上面 最让我们大家关注的是 这个小的细节 有一个通信卫星 这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号通信卫星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也是中国跟阿尔及利亚 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第一个合作项目 那未来您对于跟中国 在这个领域的合作 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们发现了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了一段时间 中国今天是国家 大陆域的 进入了货币 到这些地方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我们采用了 在沙特里的 在沙特里的沙特里 我们在沙特里的沙特里 我们在沙特里的沙特里的沙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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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顾 optim Junhu 的沙特里的沙特里 用产推荐 responsable 在互信基础上 中亚两国在多个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结出了雷雷溯国 多年来 阿尔及利亚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之一 中国则是阿尔及利亚基础设施最大的建设者 两国合作建设了大量标志性项目 中方承建了包括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歌剧院等阿尔及利亚所有重大基建项目 是其推进现代化、工业化进程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 中阿双边合作排便及经贸、能源、农业等领域 自2013年以来 中国一直是阿尔及利亚最大进口来源国 自2019年起 中国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国 2022年 双边贸易额近40亿美元 医疗领域是中阿合作的又一个亮点 2023年 是中国圆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 60年前 1963年4月6日 中国第一支圆外医疗队从北京出发 前往万里之外的阿尔及利亚 这开创了中国圆外医疗队的历史 此后60年间 中国共派出原阿医疗队27批次3522人次 接诊患者2737万人次 接生约207万新生儿 其实在中阿合作的领域当中 让我感触比较深的还是医疗领域的合作 尤其是我们看到那些中国的医生 接生一个又一个阿尔及利亚婴儿的时候 我真的感受到了爱和希望 尤其是在这207万名婴儿当中 还有1万多名婴儿 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西诺瓦 在法语当中是中国人的意思 他们都是带着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但同时他们又是传递 中阿有益的新的希望 我想在这一点上 可能您比我的感悟会更加深刻一些 我来说 在这些年后 在以资金面前 在以国家的力量 是在这い 在超过的数据 出现的意识 是他们会务部的 带来自选大际 真的 老實說 我們知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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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時尾的困難 我們知道他們的友好 我們有很多 我們有很多 在中國 因為他們 很困難 而他們不斷 今天 我們在時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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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時尾 在時尾的 我們在時尾的 既尾的 是 我們很高興 在時尾的 我們想要 我們今天 是 我們 我们将进入了阿弥陀佛 有很多国家 我说了 鲜河的鲜河的鲜河 鲜河的鲜河 在阿弥陀 相关于其他人的鲜河 和其他人的鲜河 而中国是很多的鲜河 因为中国 像我剛才說的,不可以提供了一些政策的政策 在印象中,與美國人的政策 他們是很幸運的,沒有任何政策 我們希望,萬萬一,我們會做到歐洲 我們會做到歐洲,我們會做到歐洲 我們會做到歐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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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我們會做到歐洲,歐洲,歐洲 其实正如您所说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它是非洲大国 是阿拉伯大国 它也是发展中的大国 所以您对阿尔及利亚有个什么样的国家定位 您希望阿尔及利亚在国际事务当中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它是第一个人的感觉 全国家定位和全国家定位 是自由和平均 这就是这两个人 我们失去很多人 在自由和平均 在自由和平均 是非常强烈的 我们有9万亿人的领域 9万亿人和5万亿人 也计算了1万5百万亿人 也计算了15%的领域 他们被计算了 而被计算了 自然的国家 和平和平和平 这种世界上也有些个别的国家 他们仍然处在实力地位的幻想当中 而且用过时的殖民主义思想 去遏制打压发展中国家 您觉得作为发展中国家 怎么样去应对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它们是责任的 责任的责任 而是责任的责任 因为我们认为 自由和自由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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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一个挑战的领导 在一个新的领导 我认为这些领导 我觉得这些领导 会比较困难 因为当我们看到 这些领导的领导 今天这些领导的领导 全是领导的 领导的领导 领导的领导 阿尔及利亚长期以来 都坚持独立自主 而且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去年的十月份 包括法塔赫 包括哈马斯在内的 十四个巴勒斯坦的政治派别 也在阿尔及利亚实现了内部和解 而且还签署了阿尔及尔宣言 您觉得这个宣言的意义在哪里 为什么您在这个问题上 也高度赞扬了中方 所发挥的建设性的作用 今天我们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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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与很多国家的领导 今天我们的领导 今天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领导 那在去年底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还举行了首届 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当时与会的各国领导人 也一致同意 要共同构建 面向新时代的 中阿命运共同体 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合作的 你是不是 我们的领导 好像跟你说 có ن returns 今天世界上的狗狗 中国全世界上的狗狗 全世界上的狗狗 因为中国没有狗狗 没有帮助 谁想着狗狗 我们有狗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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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知道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人们之间的交流 互动其实对于两国的关系 生化和发展 也非常的重要 包括现在有很多 阿尔及利亚的学生 到中国来留学 阿尔及利亚有不少的大学 开始开设这个汉语课程 包括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 也设立了记者战 所以未来比如对于青年 对于文化交流 对于新闻之间的这种交流 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在新的民主和新的民主 在新的民主 我們希望我們有更多的交流 和新的民主和新的民主 在新的民主 在新的民主 我們會把其他人的民主 但他們會把其他人的民主 有助於新的民主 而民主要是正常的 正常在西方的西方 在西方的西方 在西方的中央 在西方的中央 我们会保护这些 我们在这些 我们在这些 他们在西方的西方 在西方的西方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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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一点是共通的 就是无论是中国人 还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都非常重视文明的交流互建 无论是安全 发展 还是文明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发展的根基和魂魄 习近平主席 从2021年开始相继提出了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 那您对这三大倡议 是怎么来理解的 我们全球发展 全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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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方进行沟通 那实际上 在去年七月份 其实您已经表达了 阿尔及利亚想要 加入到金砖 这个大家庭当中的愿望 您觉得金砖 大家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你尊重变了 本当是产生的 产生的大量 世界最好的 世界 世界最重要 尤其是未来的救援国家的富裕 我们将会变成为了一世的最终的最终的世界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东西 我们看到了一件事 我们看到了一件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您接下来的行程当中您还会去哪些城市走一走看一看 去看看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也希望这次您的中国之情能够为您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再次感谢您 谢谢 在刚刚结束的专访当中 特本总统把中国称之为是阿尔及利亚最重要的伙伴和朋友 而那些由中国一生接生的阿尔及利亚的孩子们则是中阿友谊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有这样的一句阿拉伯谚语 有意是实际上